其實自己是做文職的 在一年前左右,我的右肩後面的肌肉的位置 就是肩甲位一直都有痛的問題 頭半年那些痛就不是很密的 有時有時沒有,而且痛是有時很痛有時又不是很痛 那時就沒有看西醫,一直找中醫去做治療 包括有針灸、推拿、拍骨 差不多百冠都做完了,其實要做的中醫都做完了 當中都有看西醫吃了止痛藥感 但那個進展是沒有的,沒有什麼進展 其實跟沒有做都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因為一直有痛,所以又不敢不理他 一直都有去找不同的中醫師,試過無數個 每次幾乎都是試三至四次,一個星期做一次 一直陸陸續續做,一直做到今年年頭 情況開始是差了,那個差就是每天都開始痛 是定期痛,定時痛,定時就是早上起床去擦牙之後 污底身擦牙洗面的時候已經是肌肉扯得很痛的 那種扯的痛,很多人都問我,很多朋友問我 你那種是什麼痛,或者醫師都會問我 其實那種痛可不可以形容給我看怎樣痛呢 但是我現在就想起我知道怎樣形容 就是好像我們訓禮頸那時候 因為我們訓禮頸其實是你另一邊的時候 你就覺得肌肉是抬著很痛,你不會動,不能動 但我的情況是我不動的,其實頭是不動的 是正面的時候,已經是這個位置 好像訓禮頸那隻肌肉扯著你 所以基本上是你沒有辦法可以做到事情 因為由早上早7點起床,一路就痛 就回到公司是一路不停的痛 去到近期這三個月是做事都是做不到的 就是其實看著那個電郵,看著那個螢幕 就是沒有辦法集中做精神,因為是很痛 其實年初這樣痛呢,其實一路也都是 就是試過無數個中醫師,有些港大的去到博士級的針灸醫師 都試過了,其實都是沒有進展的 那我自己就痛之餘,那怎樣做呢 就每天就是塗些藥膏,薄寒那些,按摩膏,止痛貼 各樣東西都做過了,連脈衝肌那類,什麼都試過 其實都是沒什麼效的,但這個痛就是由早上 剛才說完又刷牙那一路就痛,痛到正正是四五六點 那時開始慢慢就沒有痛,那是很奇怪的 就是我自己跟醫生說,都沒有醫生可以解釋到為什麼 總之就是五點六點開始就是不痛 那是回到家一路沿途就沒有痛,回到家是完全不痛的 你不會覺得,即是家人都不覺得我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痛的時候就是早上去到上班、下班的時候 那也有醫生問我是不是壓力的問題 那我也有想過會不會是自己工作的壓力 那其實也有留意星期日和放假會不會不痛呢 又或者是總之不是在辦公室的時候 或者去旅行的時候是不是都不痛呢 其實又不是,都是一樣痛的 那我就會想到跟工作都未必有關係的東西 那所以就上網又去找很多醫治、拉筋、拉筋等 都試勻都不行 那想說回就是去到,因為就是上網了 那我就是,即是沒有辦法了 那我經常上網去找一下那個什麼方法呢 那間接找到熱牧師,那先生就知道了 那他也想看看有沒有方法在主行的路程裡面 我們會不會是真的可以有個醫治的幫到我們呢 那這樣就約了熱牧師,第一次來就應該是上個月 即是一個月前左右,那就來了這裡 那熱牧師是幫我,幫我先生祈禱的 那我想說一下祈禱的過程呢 我自己是,即是打開兩隻手,打開兩隻手,這樣祈禱 好了,那是去到中間一段時間呢 就感覺到那隻手掌是有那個麻痺的感覺的 那還有很強烈的緊,很緊和痛的麻痺 總之就是一個麻痺的感覺,是兩隻手掌的 那自己又不是太過害怕的 因為聽過所謂的釋放和醫治的過程是會有什麼感覺 所以當時又不是太過程的,那一路就熱牧師幫我祈禱 那天我還記得是星期二來的,因為這邊是星期二來的 其實做完這一節,先生也做了祈禱 然後走了之後,其實去到星期三就沒有特別 我自己也沒有特別去想這件事 但是星期三那個痛呢,感覺有一點點不同了 就是背部那個位,我覺得是沒有那麼痛 但是呢,反過來就是整個肩膀好像 好像訓禮頸一樣扯著的 那我都以為自己是訓得不好訓禮頸 因為訓禮頸很痛,所以覺得後面原本的地方不痛 我以為是這樣,那我也沒有理會了 因為已經覺得整個身都是痛的,沒有理會什麼事 這樣又搓,又貼藥膏這樣 接著到星期四的早上,那件奇妙的事就發生了 那天遇上撐牙洗臉,那七點多 那天遇上撐牙洗臉,好像今天沒有痛 然後自己也有一點點不順 我自己會覺得突然間沒有了 然後繼續去換衣服,拿手袋,電話 那些路路走 那時候我已經搞了一半小時了,覺得沒有痛 然後我也在想是否真的不痛呢 還是我自己錯覺呢 然後也想和師生說,不敢說 然後回到公司,其實一直都戰戰兢兢的 一邊做事的時候,一直在想是否真的不痛呢 還是沒理由,我痛了一整年 沒理由那天會不痛的,我覺得 然後就體力點,體力點 然後一路到下午,其實都是不痛的 那一路都很感冒著,那時候 其實那種開心是很難形容的 那一個月前就很煩 由那天開始就一路不痛了 然後,其實那日是5月26日,我很記得 然後到23日,其實我一直都很害怕 因為怕早上起床又再痛 然後28日又沒有痛,29日沒有痛 那其實這件事,因為沒有痛幾天 我都不太感同,跟那些弟兄他們說 我很害怕,然後又會再痛 其實之前,其實之前看YouTube 都一路見到有很多醫治的見證 那在第一、二、三個的時候 都是有些好處,有些懷疑的 因為我不是讀教會學校 也都不是讀基督教學校 所以我對耶穌或者聖經 其實真的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但是就因為經過,譬如有和弟兄姊妹回教會 有聽長老一些seminar 去教我們什麼叫釋放,什麼叫醫治 還有什麼叫侍奉 那變了我自己會都覺得 就是跟主的距離開始覺得很近 但是近得來我又覺得好像 我沒有聽到他跟我說話 那我是深信有主耶穌的,很深信 但是現在是很渴望 主耶穌可以跟我說話 是因為我自己的經歷是開心 是開心、喜樂的 而且都是不停地把自己的見證 跟身邊的同事分享 那其實有些同事都是教徒 那他都很恭喜我 那有些未信的,其實我都很努力 都會跟他們說回我見證 希望他們都可以信住 所有人都可以跟他們說話 都會希望強行 我會想說很美 自己在一位 麥朵 祂不見 我也是 也想說 來明天 謝謝你 我也是